本所于日前接获民众报案表示 于本辖某泰式养生按摩会馆 疑似有从事色情性交易之情势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据以搜报查契 并持搜索票登门领检 当场查获犯性女性负责人 及科性女性性交易服务工作者 全案待反所征办 经了解犯性女性负责人 媒介科性女性性交易服务工作者 借以从事色情性交易服务 并从中获取媒介费 警方当场查扣不法犯罪所得 及相关政务待案侦办 全案依妨害封化罪嫌 及违反社会秩序回护法 含请裁处 新兴分局在此呼吁 有关借此 以挂羊头卖狗肉之方式 从事色情性交易之按摩店 本分局将持续强力查气取缔 以杜绝色情歪风